是现在最快捷的出行方式 但是飞机真的安全吗 按理说现在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 飞机是很安全的 按事故率来算飞机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不过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却让很多人感到痛心 I航客机在飞行的途中发生了意外事故 飞机上面157人遇难 其中有8名都是中国乘客 事故现场地表被砸出大坑 残片遍地都是 地面还散落着鞋驴等乘客个人物品 没有较大的残骸 场景相当惨烈 飞机失事之后还死无权失 实在是让人难受 飞机才刚起飞没多久 飞机上面还带有巨量的燃油 合理猜测应该是发生了大爆炸了 飞机确实事故率低 但是一旦出事故 损失极大 而且飞机的出勤率 没有汽车高铁那么多 当然也有一位十分幸运的乘客 一位乘客因为误机 错过了失事航班 与死神擦肩而过 或许这位错过航班的小伙 当时还很懊悔 没能赶上这辆航班 现在一定感到很幸运吧 想象飞机上面许多遇难的乘客 正值青春年华 好好的生命就没了 你永远都不知道 意外和明天哪一个先来 飞机上有位浙江的女大学生 本来是打算去非洲和自己的朋友会合 一起去旅游的 中国的民航局发正式通知了 要求国内所有航空公司的波音 737-8飞机暂停商业运行 大家出游坐飞机的时候 发现飞机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规定 有很多人可能不能理解 其实民航的每一个条条框框 都是有着写的教训在前 你能看到的每一个奇葩的规定 历史上都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 希望适者安息 谢谢